当货车烧了起来 火车从车头的地方烧 三台并在一起停在空地上 也一起烧了 火势噼里啪啦夹杂爆裂声响 浓浓的黑烟不断在车头的地方冒出 还飘到旁边的马路上 一时之间连马路行车视线都看不清楚 现场就是我们货车都已经前面烂烧了 因为大货车的货载量比较大 我们就是请我们的同仁拿泡沫园役 火灾上午九点多发生在苗栗联合大学附近 一处空地 货车是货运公司的 老板娘赶来查看傻眼了 她说车子是空车 停放多天大约一个星期 不可能无端烧起来 怀疑有人为因素 气得破口大骂还诅咒 要做这种事情切得了 真的假如是恶作气的话 不得好死 自己家的货车停在自己的空地上竟燃烧了 她想了想 正正当当做生意并没有得罪谁 认为不太可能是针对性的纵火 还说车头刚买的 避免太显眼 还刻意把车头朝内停放 如今一把火三车烧毁 一台大货车三百多万 估计损失上千万 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鉴定 TBS新闻谢国金无输评 苗栗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